第698章 结婚去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被江秦公主抱的小富婆一语道破了藏鞋的位置 甚至恨不得主动去拿 穿上就要跟着江秦下楼 走 哥哥 结婚去 而秦静秋则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一幕 笑得不行 他家侄女儿真的太想嫁了 江秦要是不来抢新娘 他都能光着脚跑去抢江秦 不好意思了各位 新娘 我去走了 冯南说 你真是个老公奴 叛便太快了吧 你不想想 他骗你当了那么久朋友 你怎么也要刁难他一下 高文会一阵乱叫 但其实也是笑容灿烂 一点也没上前拦着 五年前 他们刚参加完高考 进入到了临川大学 成为了摄友 然后在新生入学日的那天 看到了在后门凝视冯南叔的江秦 就叫他请客吃饭 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高文会就曾说过 他等他很久了 而五年后的今天 见到冯南叔忽然反水 他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 他等他 真的很久了 高文会嗑了五年 其实觉得最心动的 就是刚才那一幕 秦静秋此时也站了起来 将红盖头拿在手里 轻轻给侄女搭在头上 等他的新郎带着他去了礼堂 在换婚纱之前 这盖头就会接下 侄女儿就真成了江秦家的了 南叔 我有件事要交代你 秦静秋忽然想到了什么 表情有点严肃了起来 冯南叔在盖头下轻轻出声 嗯 不许因为等着急了 就自己把盖头接下来 哦 冯南叔答应了一声 刚想掀开盖头 再看一眼江秦的想法 瞬间被打住了 此时 江秦从董文豪手里 接过一支茶盏 递给了秦静秋 婶婶 我要把南叔取走了 秦静秋接过来喝了一口 不要欺负他 要一辈子对他好 知道 去吧 进茶之后 江秦顺势 把手里的红包 全都洒了出去 然后牵着自己的新娘子 就下了楼 坐上婚车前往礼堂 沿路的风声 在耳边悠扬 堵在路上的亲朋好友 早就准备好了礼炮 在一阵阵响声当中 将彩带 喷向了两位新人 这样的热闹 一直持续到礼堂 冯南叔被抱到了后面的房间 乖巧地坐在床檐上 有些紧张似的 两只白嫩的手叠在一起 不自禁 把裙脚钻出一个褶来 他现在是盖着盖头的 什么也看不见 紧张也是难免的 不过很快就有一双手 捏住了红布的边缘 将他的盖头轻轻掀起 露出他那张纯美的小脸 两个人相互对视 眼神都要黏得拉丝了 叫老公 冯南叔仰头看着他 老公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参加婚礼的人员 也已经陆续到了礼堂落座 门口 负责安保的人员 一字排开 防爆车安排左右 江振宏则站在最中间 向每一位进场的人 鞠躬致谢 这一刻 将霸终于感受到了 族爷们的压力 客人 真的太多了 而在会场内部 提前一步到来的楚思琪 王慧如和左员 坐在整个大厅的东南侧 周围还有简纯 蒋田和宋秦秦 这个区域是专门安排给同学坐的 他们坐在这里 倒也合情合理 只有楚思琪觉得很不舒服 坐下的时候 也有些不情不愿 在知道婚宴流程和时间的时候 他就想过 自己和王慧如的位置 应该是不同的 因为他总觉得 自己对江秦来说很特殊 可当他见到自己的位置时才知道 原来所谓的特殊 只是自己以为 他以为自己是江秦的初恋 但对江秦来说 他只是高中同学那一类 这样的现实 对他来说 有些伤人了 不过现场没有人在乎 他那纠结的心态 就连王慧如也没有 因为所有人都在傻傻地看着的 从后台入场的那些人 忍不住窃窃私语 马爸爸 哎 我只在电视上见到过 还有雷军 刘强东 好多总裁啊天啊 怪不得园林区 那边的安保这么严密 看 还有随身的安保人员 有些不认识的 应该也是行业大佬 或者是政府领导 江秦的面子真大 那个人我认识 不是大众点评的负责人吗 我靠 邀请竞争对手 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江秦的格局真大 有没有可能 他只是想让人家掏个份子钱 此时 在婚礼左前侧的商务区和政务区 云集现场的大佬们 也在四下观望 并握手轻语 这些人代表的 几乎都是江秦的市场号召力的 和背景关系 像是马叔 喊着不来不来的 最后还是来了 虽然两家 已经在云陕赴上线的那一刻决裂 但马叔 被江秦 始终带着一份私人的欣赏 还有一些人 完全没想过 对方会过来 所以见面时 忍不住有些惊讶 比如出身大众点评的陈嘉兴 在见到支付宝首席执行官的庞瑞时 就是这种感觉 现场的喧闹声没持续多久 礼堂里的灯光 忽然就暗了下来 来自于电视圈的主持人登台 开始介绍到场的几位重要嘉宾 并欢迎所有来宾 然后就是来自于华语公司的一人 在大厅的舞台开始表演 像王慧如 于莎莎这种年轻女孩 一眼就认出领舞的那个 好像是去年那部 她朝若是同龄雪的女主演 后面那两个 则是一款选秀综艺里 最火热的冠军候选 江秦做团购 做外卖 做支付 都很有名 但很少人知道 她还投资了一家影视公司 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 江秦和娱乐行业 似乎并没有关联 但事实上 最近一年多以来的 多款选秀综艺 以及转走流量路线的 偶像明星背后 都有江秦的影子 而在表演结束之后 换好西装的江秦 在灯光之下上台 会场瞬间安静了许多 感谢诸位来宾 能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和冯南书的婚礼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她是我的同校同学 也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现在呢 她终于成为了我的江太太 五年前 我发誓要努力创业 赚很多的钱 没打算要谈恋爱的 但没想到 最后还是难逃美人观 网上有很多人评论 说平团这一年来好低调啊 是不是江总最倒温柔香了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 是的 这不是谣言 这一年来 我想为她办一场婚礼的时间 绝对要比思考 怎么和有伤相亲相爱更多 江秦拿着麦克风 讲完话 现场瞬间掀起了一阵哄闹声 而坐在前方的那些大佬 也一边微笑 一边对视 最后无奈摇头 圈子里都在说 江总是个恋爱脑 但其实这个词汇 和她在商战中的表现 是极为割裂的 就比如张涛吧 江秦在她心里 就是绝对的大反派啊 而且是心狠手辣的那种 结果你忽然发现 这反派真是个恋爱脑 真是割裂啊 江秦停顿了一下 等到哄闹声渐停 又将麦克风 放到自己的嘴边 我创办拼团 搭建了全品类供应链 全国各地建立物流园区 也算是 做了很多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大家都说 江秦这个帅小伙 真的是才华横溢 但我不得不承认 结婚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的人生信条 是不给自己留遗憾 所以很认真的 在大学期间兼职创业 很认真的加入全国市场 四年来 我觉得我做的 每件事都很完美 为了这份完美 我有时候会压制自己心动 欺骗自己 可是后来想想 如果有个人一直等你 而你不娶他 这或许才是最大的遗憾 话音落下 会议现场忽然就响起了一阵音乐声 礼堂后侧的两扇门被缓缓推开 众人寻声看了过去 就见身穿婚纱的冯南叔在门后缓缓出现 灵动 绝美 仙气飘飘 冯氏华挽着他的手臂 脉步走上了红毯 朝着江秦缓缓走来 此刻 现场的目光全都向着中间汇聚 除了极个别表情复杂的人之外 其他人的表情都充满了祝福 三大爷还夹着烟卷呢 忍不住一阵点头 冯小丫头 终于是江秦家的了 而公叔也坐在亲朋好友区的主桌 见到这一幕 不禁有些泪眼朦胧 还有张伯卿和严教授 这几个老头 都有种看自家孩子结婚的欣慰感 不能哒哒哒地跑向老公 冯男书记得上台前的嘱托 跟着冯氏华慢慢地走 走了好久才走到台前 然后被江秦轻轻牵住了手 接下来的流程继续进行 互换戒指 敬茶 改口 其中很多步骤都是重复的 因为人家冯男书去年就改口了 现在爸妈叫得可比江秦溜 袁友晴和江正红 在上台感谢亲戚朋友的时候 甚至都有点恍惚 不知道自己的心态 是在嫁女儿 还是娶媳妇了 本章完 第699章 滴滴下场 仪式结束之后 婚宴正式开始 袁友晴和江正红感动得热烈盈眶 婶婶也有点双眼泛红 现场气氛随之热烈起来 宫愁交错之间全都是祝福声 而现场的照片也随着朋友圈 空间和微博的分享 被流传到各个地方 一直等在宴会厅里的记者 此时也寻声而动 来到了婚宴的后台 他们从仪式开始之后就在等待 此刻终于抓到了空隙 围在江秦身边开始了采访 江总 请问您今天是什么心情 幸福 愉快 根据拼团在2013年的布局 还有您刚才在婚礼现场说过的话 是否有意要把人生的重心 放在生活上呢 因为外界有传闻 说江太太已经有了身孕 江秦拧了下嘴 我希望工作和家庭能够兼顾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 拼团会愿意尝试 此时 记者群中的一个女孩 翘着脚尖递出麦克风 江总对目前的打车市场 是怎么看的 竞争很激烈 已经远超了当初的团购和外卖的规模 那江总对这个市场感兴趣吗 和江太太完婚之后 江经历收回来之后 您是否会针对打车市场有所动作 江秦面向镜头 那得看我太太的意思 女记者忍不住笑出声 又继续追问 江总是最擅长互联网商站的CEO 曾经多次在大规模的商站当中取胜 那请问您更看好哪家平台 不太确定 但肯定不会是Uber 感谢江总 江秦点了点头 安排人给记者们发了喜堂 然后就看到董文豪陪同一个蓝格子 衬衫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江秦立马赢了上去 刘局 感谢您能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 真是太荣幸了 江总太客气了 说实话 咱们交集不多 你能专门让董经理亲自去凌川邀请我 我还挺意外的 是这样的刘局 这次邀请您来 除了参加婚宴 我还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咱们找个地方聊吧 行 江总带路吧 江秦伸出手 做了个请的姿势 带着刘局去了隔壁的房间 谭青此时正忙着送客 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走到了董文豪的面前 那个人是谁啊 凌川交通局的局长 许久之后 江秦和刘局长从会客室离开 而此时的刘局手里 则多了一份联合发展计划书 他告别了江秦 翻看着这份计划书 眉头不尽有些深重 他刚才听江秦说的时候 就有些犹豫 此时看完全套的计划书之后 心中的犹豫不减反增 不过他还没等他细思 他就被凌川市的大领导 就把他叫过去喝酒 而那份计划书 也被一同带了过去 江秦想让我们给他开个绿灯 但这事儿有点危险 老师调人之前说了 有机会留住江秦就要留住 开吧 出了事情我负责 而且 这件事如果做成了 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帮助 好 那我今晚回去 跟局里的人研究一下 起草一份红头文件 江秦筹备这场婚礼 花了半个月 而在这半个月内 打车市场的变化 也十分的剧烈 随着Uber的加大资金投入 将战局越烧越旺 大黄蜂最后还是没撑住 最后选择了 和快的合并 因为大黄蜂本身就是三家当中 资金最少的那个 在币币和快的互掐的阶段 他靠游击站 还能有可乘之机 但在Uber的资本打压下 则完全没有了机会 而在婚礼举办那几天时间里 Uber和的百度联手 广告打得铺天盖地 BB的市场严重缩水 整个团队都心急如焚 最关键的是 因为Uber的补贴高 导致司机都涌向了 这个外国平台 以至于BB和快的的车辆 应答速度严重下降 各种不好的评论 也在分治踏来 为了遏制这一情况 BB在后台设计了一个弹窗 一旦检测到 手机搭载了Uber 就会弹出是否卸载Uber的提示 但下场是 BB发现自己的日活用户 开始暴跌了 于是赶紧叫停 快的那边则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把特拉维斯 在外网上的发言 通过国内的网络平台 进行了公开报道 中国人最虚荣 中国企业 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赚中国人的钱最容易 当这些发言被曝光之后 的确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剧烈抵制 网上对于Uber 顿时骂声一片 这是商战当中的一个基础环节 舆论战 但随后 陈传星却发现 Uber的业务量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网上该被骂给骂 但现实之中有打车需求的人 该用的还是会用 此时 Uber的市占率已经达到了60% BB和快的加起来都不到40% 陈伟急得都要骂娘了 却在这时候接到了特拉维斯的电话 邀请他进行一次商务会谈 市场丢了 但气场不能窃 于是成为如约而至 见到了这个把自己打得节节败退的Uber创始人 Mr. Chang 市场竞争离不开资金 互联网战争也是能拿出更多资金的人才能取胜 这是一个真理 在这种情况下 BB是不可能战胜Uber的 我想你我都很清楚这个事实 这段日子以来你们尝试了各种手段 结果都一无所获不是吗 你们把我在Facebook上的发言通过媒体曝光 以为这样就能影响到Uber的业务 可结果呢 我对中国消费者的评价并没有错 他们不会关心我说什么 哪怕我贬低他们 他们还是会因为我给出的优惠留下 可是Mr. Chang BB还有多少资金 再这样烧下去 你也许会一无所有 所以这次见面 我想开出一个双方共赢的提议 我愿意收购BB60%的股权 合并业务 Mr. Chang 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非常诱人的 可如果你不答应 我们会加大对京都市场的投入 你真的会失去一切 特拉维斯看着他 语气之中充满了威胁的味道 收购BB股权 要花掉的钱 远比市场烧钱大战来说更少 得到的成果更多 发展速度也会越快 特拉维斯是希望尽快地结束占据 统一市场 向盈利模式转变 说白了 这么烧钱 就算是国际公司 其实也有点颤 他想赶紧统一行业 合并他家 然后上调打车价格 下调司机用金 进行市场收割 互联网的行业生态 就是这样的 如果市面上只存在你一个选择 那么你就会成为定价的那个人 什么前期优惠 只不过是割韭菜的额料 而随后约见快的 CEO陈传新的时候 他的话也是一样的 特拉维斯充分展现了 什么叫做偏见与傲慢 虽然嘴里都是为你好 但其实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要么想 要么死 他看向陈传新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香巴佬 谈起收购股权的语气 就好像在施舍讨饭的人 而这鬼佬 对于中国消费者的评价 仍旧没变 虚伪 爱占便宜 真的是一边想着在这里捞钱 一边又诋毁侮辱 在这次商务会谈结束之后 内容就通过四面八方传递出去 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梦了 不明白这鬼佬 怎么可以这么嚣张 可也有更多人觉得无可奈何 因为市场是不会因此发生改变的 Uber目前确实是一脚迈入了胜利的门槛 避避和快的毫无还手之力 打又打不过 生气也没什么用 这种感觉就让人很窝火 但又着实窝囊 硬打是打不赢的 其实特拉维斯有句话说的对 继续烧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样下去 打车行业就要被外国公司垄断了 程总 别听那个特拉维斯瞎扯 干他 程伟刷着手机里的信息 看着这群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人 忍不住苦笑 钱不如人家多 技术不如人家好 拿什么干他 而此时 腾讯的投资经理彭胜 也专门打电话过来 问程伟要不要刚下去 如果要 他可以再追加一笔投资 可追加是追加 但谁都知道 腾讯能拿出的那一笔 绝对不可能达到左右战局的结果 他们或许可以和Uber打一场消耗 但也只是让他赢得辛苦一点 如果不能出现破局的关键 14年的Uber会取得关键胜利 而其他的打车软件 将会先后死去 程伟感觉陷入到了一个无止境的黑暗当中 心中隐约萌生了退意 夜幕很快降临 程伟连家都没回 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反复纠结着 此时 写字楼对面的LED广告屏忽然闪了一下 引起看了他的注意 他走进了一些 发现原本写着团购上拼团的LED忽然一换 变成了滴滴打车 高效预约 优质服务 一键出行 程伟愣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 整张脸都凑到了窗户上 就听见身后 忽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微信提示音 卧槽 拼团和高的 要联手下场了 狗来了 狗来了 怎么这么忽然 婚礼要结束了 抽空来折腾一下 不是 这都下半场了 特拉维斯都要开香槟了 拼团这时候 来不明智啊 他要从头做起吗 Uber 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 江青世神 也不可能在这时候赢啊 众人看着今夜头条的新闻 全都陷入到了茫然之中 没错 这已经是打车赛道的下半场了 如果BB和快的 同意并入Uber 那Uber 就会迅速下沉 在没有对手的版图上 全面开花 如果他们不同意 那Uber 会加大资金投入 快速结束战斗 拼团这时候下场 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 但陈伟的感受和他们不一样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滴滴这个名字 他一开始打算做打车软件 最想要的名字就是这个 但查过之后 才发现 这名字早在半年前就被注册了 他想买都找不到人 换句话说 江青是在他想做打车软件之前半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 那他肯定是考虑得非常周全 才决定下场 可陈伟完全想不到 拼团要怎么才能扛得住Uber的进攻 本章完 这次的词